好了,警務處長曾偉雄終於退休了 換上另一個新的警務處長 當然,究竟這個新的警務處長有什麼的表現 我們現在不可以有什麼的評論 只可以真是來帶他去留意他 以後怎樣來帶他去處理事件 曾偉雄某個程度,你要欣賞他 就是因為他很維護自己的下屬 至少表面是這樣 有些老闆有什麼事情 就不會去理自己的下屬 甚至把責任寫給他們 那些伙計覺得老闆是很不好的 不肯承擔的 有些人就會去維護 但是是維護公義還是互短呢? 令我們驚訝的就是我們會看到去年的十月 在一個撐警察的聚會裏面 我們很多人在營光幕或者報紙裏面都看到 有港台的記者和無線的記者 遭受一些人來帶他去打他 去扯他的胎 那這些人去攻擊人的時候 已經被拍了那個片段 也都拍了照片 但是經過很長時間的所謂調查 終於就是在早個幾星期 警方就說律政署呢 帶人去看到就沒有足夠的證據 來作對任何人作出這個刑事控告 那所以呢就結束了這個案件 當這個消息一傳出的時候 然後我想很多人都嘩然 為什麼沒有證據呢? 喂很親密地說 這麼多明顯的圖片 錄影帶片段看到都說沒有? 那些人就追問律政司袁國強 但是袁國強 這次他都說 哦不是這樣啊 我們那個的指示並不是這樣 而是我們要求他繼續去調查 那然後警務署又再發出一個的通告就說 哦因為有些新的證據 我們會繼續去調查 那這裡已經令我們一班的市民 不能夠去信服了 那而被襲的記者就說到 喂我一直都沒有被邀請 我至少認人而已 就是當日我認到誰打我的 但是他說連拼圖都沒有 那是不是警方的疏忽 還是是故意不去做呢? 好了那接著再下來的時候 就更加令我們驚訝 那昨天有 就是特別是在暗角被打的一個人 他呢就說到 當他認人的時候 其實是認到兩個人的 那但是後來呢 就要再要去尼泰海去 就是尼泰海去被認的時候 這些的人呢 就竟然很不合作 又不肯站起來 給他看那個高度 又閉上眼 不肯睜大眼來給他看 那甚至後來又有另外一些 認人手續的時候 特別呢就 警方就說因為要認警察 他要求那些棄子 全部都是警察 可能那個的髮型啊 很多方面都很相似啦 那不需要棄子啦 但是 竟然又要可以戴 浴帽 或者藍口罩 如果兩樣都做完的時候 還有什麼可以認呢? 但是 曾偉紅就說到 喂 這一個就是什麼呢? 就是 犯人應有的權利嘛 警員都有這樣的權利的 他說到 所有被捕人士 涉案的疑犯 不論背景 議員或者警員 都可以 來帶去選擇 三麥 或者不合作 那麼呢 警察使用這個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是被捕的人士 應有的權利 所以應該用平常心來看待 有個律師就說 是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的 但是 其實未必對那個 就是 被捕人士 有利的喔 因為採取不合作的時候 控方 可以將來在庭上面 就向法官指出這件事 那就可以這樣單對單 直接認對方就已經可以了 我想有時候我們都看過了 一些的 法庭的審訊 就是問你認不認得當時的疑犯 就是 他認得到 你指出 那就是那個的證人 就馬上指出那個的疑犯 就是這個了 沒有其他人被他選擇了 那 所以他說 未必對他來說是有好處的 那 但是這次 曾偉雄這樣 來講 還有呢 就是 這樣做的時候呢 我想會令到市民大開眼界了 以後很多的被捕人士 非常地嚴重 啊 他還說到就是 今天 一些的案件 就是 發生了 就是因為在 佔中期間裡面 很多人對警察的不信任 欲罵引致到這樣 但是近期譬如 綁架案啦 二千八百萬啦 在國內下來的人 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緣故而來 去做案呢 那所以 其實 有時候呢 我們發覺 這樣去 互短的時候 不是為了 就是公義而發聲 其實 是帶來了給我們 很不好的感受 曾偉雄都繼續說 我們市民要看清楚啦 那麼 現在很多人 就是對警員不滿 就好像綁匪那樣 他怎麼會來 但是對警察呢 有滿意呢 這樣 不要忘記 如果那個是綁匪 那個就是匪徒 那個就不是警民的關係了 是對峙的關係 我很相信 我們很多人民 其實是對警察 原本是有好的印象 但是問題就是 在這次佔中之後 我們見到 真的 至少我個人來講 很多執法上面的不公平 仍然到現在來講 那七個打人的警察 仍然未被起訴 為什麼拖了這麼久 但是有些所謂的 就是佔領人士 就是很快的被捕 但是你看回法庭 現在判的案 很多時候 都是證據不足 甚至有些證據 指出警員有錯 很簡單 有個警員 就說有個學生 當面來打他 那但是呢 就有一個建議勇為的女士 她拍了這個片段 後來放上法庭上面的時候 當法庭一播出來的時候 這個警員立刻的面青 要改口供 但是那個法官都 後來無罪釋放那個學生 甚至要求呢 要有報告給他 也都鼓勵這個學生 向證監會裡面 來到不是證監會 向警監會裡面來 但是去投訴 喂 喂 今天 曾偉雄說到 警察裡面 那個個都是這麼好的 我們一班的警察 為了什麼呢 就是為了維持治安 我相信 大部分的警察都是這樣 但是不得承認 樹大有枯枝 今天 我想沒有一個人都敢說 喂 教會裡面 每一個傳道人呢 都是為了傳福音 於是毀身 可能在當中有些人 都是私為掃餐 為了找餐吃 甚至沒有盡責任 我都不見過不少這樣的人 有哪一個人可以夠膽 這樣來講他的群體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呢 今天 在警察裡面 至少我們會見到 有些警察 在警署裡面 來帶他強姦人 非禮人 喂 你可不可以承認 其實我們當中 都有一些人有問題呢 所以 如果你這樣盲目的來維護 只會 對呀 引來的後果就是什麼呢 喂 現在至少就會引來 更多人對警察的不信任 更加的就是 如果有些人被捕人士的時候 他就會學習 採取一些不合作的態度 那時候你還叫我們用平常心 來看待 我們接受不了 但是 無論如何 正如我一開始講 他敢去維護自己的下屬 都好過鄧隱剛的 當他電視台 即是他自己的下屬的記者被襲擊 後來警方不起訴的時候 他就被記者詢問 那他曾經剛剛就在那個討論會裡面 在一個序外裡面 就說到 喂 我們上到立法會很慘的 議員不給我們時間 講話的 但是剛剛講完之後 一出來人家問他 喂 你怎麼看這件事啊 你的下屬被人家這樣來打 但是呢 警方不來 但是去追究 你怎麼看啊 他立刻默然不語 他立刻走 喂 這個鄧隱剛就完全沒有維護自己的下屬 自己的下屬受傷害 嚴棄出來的時候 喂 就是問題咯 當你護短的時候 帶來的後果是很嚴重 我就想回大衛 大衛的兒子 來帶他去暗亂 他來帶他去 強姦了自己的妹妹 他是嚴重的犯錯 但是大衛竟然沒有責備他 就引起鴨沙龍 就是被奸污的妹妹的親兄弟的不滿 覺得爸爸就是偏心 於是就維護著這個犯錯的兄長 結果引來就是什麼呢 鴨沙龍的叛變 對抗大衛 所以大衛要承擔責任 今天印象本來我們是很好的 對警務人員 但在這麼久以來 這些日子我們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 更加的我們見到這個警務處長 他沒有維護到公義 他所說的東西 是令到我們更加的難受 希望新一個的警務處長 能夠真是有不同的作風 能夠真是正如他自己所說 他們是政治中立 能夠是其是非其非 我們等著你去看